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YouTube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电视剧《一夜新郎》的导演高领包 《一夜新郎》正在YouTube毛果TV独播剧场叶博众 每周五晚上八点四季联播 欢迎大家订阅频道 和我一起来看霸道导主 如何千里追七吧 发演请用一个成语分别性的男女主角 我会用这个阴准潇洒来形容袁浩 受外慧重来形容这个巧语 我会说会用阴准潇洒来 就阴后阴准就不用说的 但是也就是我刚才提过 袁浩的性格是比较自我 比较不受不管就是世俗人的眼光 怎么来看他有自己一套方向做法 他很有个性的 所以他我感觉他也活得挺潇洒的 所以我这明明尊潇洒来形容他 然后敲仪吧 敲仪其实你如果跟这女孩相处下去 我感觉他是一个很聪明 很有机会 很有内在的一些个性很好的一个女生 其实在他拍这个戏的过程里面 他每次我一告诉他 你的师父应该怎么讲 他很快就领回到 然后他也很准备很多 什么淋雨啊下水啊 躺在草地很脏的地方怎么样 他全都是熬过去 他没有一句交气没有一句原因 他是一个很有内在的 欣赏很有一个修养的女生 所以我用受外背中来喜欢她 请问导演在拍这种甜重剧的时候 有没有被真的甜到 哪一场戏让你觉得最甜 有其实我还是有一颗笑女心的 所以在拍的过程里面 其实很多人很甜的事 我自己都感觉挺甜蜜 其实有你在电视机旁边偷拍我的拍戏的反应 我都是微微笑笑啊很甜的表情 但是我因为最甜到我的一场戏 是应该是戴结局了一段吧 然后我也挑一种付出的爱 但是这段时间我形容是甜蜜苦蜡都有的一段 然后对笑意最后付出最爱最爱最爱的一个行为 到现在大家看就知道了 好想知道男女主角平时在剧组的互动 也那么有CP感吗 是的 他们两个其实一开机没几天 我们感觉他两个已经完全融到角色里面去 还有在戏里戏外都分不清楚 到底他们是圆浩还是成长城 或者是发容还是超异的 这个也很多时候一些演员 他们比较投入角色这样的发生的情况 也是经常有的在我们拍戏里面 但他两个凭他们这种联系轻轻 这种演戏的经历来说 能这么快找进去 确实比较小见 也好所以在平常生活里面 我们已经分不清楚他们 到底是在戏里还是在戏外的 我们都搞不清楚的 所以他们在戏里戏外的CP感度是很浓的 如何适系到决定用两位 那你怎么找的 其实戏团用他们两位 其实挺有缘分的 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在北京 做第一次公开的演员人选的时候 第一天就已经有好几十个演员来见了 我当天都演发缭乱 但是袁浩时我觉得是最后一批来见的演员 然后当时间他留给我一三集最深刻的 我见完他就马上就跟投资方 跟麻木TV的老板说 我说他吧 他是走说心中的这个成长者 也有敲仪就反过来的 敲仪时我们跳了两三个月 都长不到比较满意可适的女演员 又有一次偶然之后 我就把敲仪定下来了 我还记得当天我见敲仪时 我晚上九点钟在我酒店房间 他今年还带着两三个别的演员 一起来见我 然后我一见到跳舞我就感觉 就是他了 然后就跟投资方说 大家当时都很近带 为我导演为什么这么冲动一下 就是我说我跟他两个天 我感觉他总是有发柔这个 这种可爱 我说他就是发柔 然后经过一轮轮水 就投资方也同意我用的发柔 其实到今天晚上 我觉得跳到他两位是很有运气的 又我没跳出来就表演 也是我很满意的 在这部戏里谁是NG王 NG王呢 那我看到很多媒体上面 全说都是这个前代友 有代替这个NG王 其实他我跟他澄清一下吧 他不是真的NG王只是 因为他很多想法 他会在戏里面加了很多东西 变成在拍的过程 有些时候我会把它放掉 所以就很多时间 因为一些我不需要他加的东西 我就要重拍 然后因为我要求比较高 其实每一个演员 出现NG的情况比较多 有理说NG王是谁吧 我认为这个是我 因为我喊NG 喊得最多 剧中的打戏都好精彩 开拍前演员 是否了解一些功夫 或学习过古术 他们都有学过 我们在开机前一个月 就是元昊和超义 他们都已经进出 就是每天我们都会读剧本 研究剧本要拍戏 然后也会抽时间去练武术 甚至翘翼还要去练跳舞 所以我鼓起街上打戏 出来很好的效果 确实是他俩人 努力出来的成果 但是我因为最重要的原因 还是我们这个戏的武术指导 陈宗他实际上 他是很有名的一个武术指导 他主要以前都是拍电影的 街上愿意来帮忙搞这个电视剧 我是很荣幸 还有他用了很多电影的手法 去拍这个电视剧的武打场面 所以我们的场面特别好看 假如角色兑换了一个女海盗和一个大侠 你们会怎么演 如果这样我会提这个剧本挺好看的 还是发容这种性格来演这个女海盗 可能他爸爸去世了 也有大家推举他为新的女海盗王 但发容其实功夫也不好 只有一把劲不怕死 一颗可爱的心 一个正义之心 就在海上长大 但其实就会有很多危机 但他就刚好碰到一个大侠 陈厂城来救他 也反而陈厂城就处处为他解决问题 但是女海盗王还是不拥这个情 我认为这个故事挺好的 诶 这样可以 所以我们就这样开第二部吧 好吗老板 导演大大 杀气的时候哭了吗 还没有 但是挺感动的 挺写不得 心酸酸的 因为我们节套的课就挺开心 都像一家人一样 先拍完戏 我的叫俏医师女儿 叫袁浩教育师 所以挺不舍得 挺心酸酸的 但现在我们还是有人 都经常通微信 大家都聊天 导演下一部剧要拍哪种题材呢 呃 下个是我现在计划想搞一个 武侠世界里面的电影剧 尝试用另外一个更不现实的世界观 来讲讲这个爱情观 希望大家到时候会喜欢 本次采访就到这里结束啦 想要了解野心扬更多台节目后 欢迎订阅一阵芒果TV赌博剧场 解锁更多精彩花絮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